日前美国海军一架F-35C战机撞上了卡尔文森号航母的甲板 美国海军当地时间7号证实 近日多家媒体披露的F-35C战机撞击甲板坠入南海的视频是真实的 这段视频标注的拍摄时间是1月24号下午4点31分 视频中这架F-35C战机准备在卡尔文森号航母甲板着陆 突然有嘶喊声传出 终止着陆并复飞 仅仅三秒后 飞机后半部重重地撞上甲板 左起落架被摧毁 随后战机侧滑 变成一团火球 最后从跑道上坠入海中 美国海军相关官员称 这段视频的发布并未经授权 目前军方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这起事故造成7人受伤 包括飞行员及航母甲板上的6人 长期以来 美军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 频繁派遣航母等先进武器平台 在南海炫耀武力 兴风作浪 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也影响了南海海域的航行安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